美国鸡蛋价格近期飙升 导致许多美国人为了省钱 从墨西哥将鸡蛋和家禽走私入境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报告说 从2022年10月1日到12月31日 在入境口岸查获的蛋制品和家禽 增加了108%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表示 美国的联邦法律禁止携带生鸡蛋或家禽月经 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进行尝试 而那些没有申报或者试图走私的人 将面临民事处罚 最高将被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12月城污销售总数年化降至402万户 创2010年以来新低 12月城污销售总数环比跌1.5% 预期为下跌3.4% 11月前值下跌7.7% 同比跌34% 跌幅创下记录 2022年全年共卖出略超500万户城污 销量同比下降17.8% 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 截至12月底 有97万户代售房屋 创下去年3月以来最低 12月城污在市场上的停留时间更长 平均26天 去年以来 伴随着美联储坚定的打击通胀 不断激进加息 按揭贷款利率的快速飙升 令美国房地产市场大幅降温 导致销售下降 房价撑压 虽然最近几周 按揭贷款利率已经从峰值回落 这提振了建筑上的信心 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仍然不确定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1月20日宣布将裁员约1.2万人 占该公司员工总数的6% 此次裁员将影响产品领域和地区的相关职位 而谷歌今年在给员工发放年终奖时 也采取了分期付款的形式 谷歌的年终奖通常在1月全额发放 但是今年1月份 谷歌只会向有年终奖的员工支付80%的奖金 剩余的20%将在3月或4月支付 此外 有在谷歌工作的程序员 收到谷歌移民部门的邮件通知 告知公司将停止向美国劳工部提交劳工证申请 该申请是绿卡申办程序中关键的第一步 目前 五大科技巨头脸书母公司 Mita 苹果 亚马逊 微软 Alphabet之中 苹果是唯一没有宣布裁员的企业 仅传出苹果CEO库克资源降薪四成的消息 公司内部没有对员工薪酬或奖金进行调整的安排 近日 加州参议员提出一项名为家庭安全法2.0的新财政补贴计划 数百万加州居民可能会收到4000美元的付款 因为食品 天然气和住房价格飙升 继续对加州人和他们的钱包造成经济损失 根据美国劳工局统计的数据 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导致加州居民为日常开支支付更多费用 例如食品杂货上涨7.4% 其他必需品上涨12.8% 在加州 超过50%的家庭 现在都在为支付平时的家庭开支而苦苦挣扎 根据该计划的提议 大多数有5岁以下孩子的父母将每月直接获得350美元的付款 每年将超过4000美元 单身纳税人的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 或联合申报人的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 但是家庭的年收入必须至少为1万美元 才有资格参加此计划 在大约4022万人口中 只有31.42%的加州居民没有家庭 这意味着68.58%的人口 如果有孩子将有资格享受该计划的福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月19日宣布 自1月30日起取消新冠确诊者合理令 他表示有关安排出于五大原因 主要是考虑到香港的混合免疫屏障已十分牢固 而且三年来疫情和病毒都有演变 本地医疗系统的防治能力也有提升 加上与内地通关十多天 并未增加疫情风险 社会对疫情的认知和处理能力大大提升 因此疫情管理需迈向新阶段新模式 本地医疗系统的防治能力大大提升